美国国会参议院新的控枪法案 当地时间11日涉嫌闯过第一道封锁线 成功阻止了共和党人 试图通过阻挠议事来将法案封杀于胎中的计划 从而有机会正式接受参议院整体审议 参议院当天以68票对31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动议 使得由民主党参议员主导的控枪法案 可能更快提交至整体参议院层面展开辩论和表决 主体法案由三项重点控枪举措组成 包括加强构枪者背景核查 加强打击非法枪支交易力度和增强校园安全保卫 如若最终能够得到两院通过 该法案可为十年来美国最为严格的控枪法案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 此前已放弃了在整体控枪法案中 加入最严厉也最具争议的重启攻击性武器联邦禁令的内容 尽管如此 控枪法案前景还远不容乐观 即便能涉嫌通过参议院 再由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也前途未卜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为控枪立法全力遭事 他8日在康涅狄格州发表演讲时 呼吁美国民众向国会施压 已在本月内正式提出控枪法案 并早日通过这些核心合理的控枪举措 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去年12月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枪击案 造成包括20名幼童赛内的26人死亡 美国人目前拥有2.83亿支枪支 每年新枪销量达450万支 美国人在康涅独播剧场上